HELLO GORAN, THIS IS CALVAC TACTICAL牛丸戰術小隊 HELLO GORAN, THIS IS CALVAC TACTICAL牛丸戰術小隊 我是Hammer 今天要在這邊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入手了一支VFC的SR16 E3 Mode II的GBV HELLO GORAN, THIS IS CALVAC TACTICAL牛丸戰術小隊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好這種雙邊控制的AR護槍 因為畢竟在場上有時候你經常性的左右沿頂護換 如果沒有雙邊控制的確是蠻麻煩的在操作上 那目前市面上可以購買到的雙邊控制的成槍 大概據我所知就是KWA的Radio Model 1 再來就是VFC的SR16 那為何我最終選擇了VFC呢? 正如大家所知的VFC在外觀一流的水準 一直以來擬真度、欺滅處理都是非常棒 甚至有很多的好萊塢、電影或是影集 都有使用他們的產品去拍攝 那也如同一些老玩家所知 VFC外觀就是一流 內裝可能就不是那麼好 那在這一版 VFC他們宣稱在很多內構材質都使用了強化鋼材質 還有一體成型的尾脫感 那我個人對這個就非常有興趣 所以呢 我就入手了這個產品 那這一次VFC在這個作品上面帶給大家的 到底如何是否能夠如何大家的期待呢? 就讓我們開箱下去吧! 好! 那現在我們來開箱這把VFC的SR16 首先看到它的外殼 包裝 就是一個中規中規的包裝 那這邊有寫它的版本型號 那我買的是卡冰版本 然後這邊有它的序號貼子 因為是騎士授權的克制 好! 那這邊跟大家講 在外面購買的話 其實它有分 日本版本 跟台灣版本 那因為我有看過 日本版本它旁邊會有一個貼紙 它上面會標示它的初速 是低於0.98Jbps 那台灣版本 是2Jbps以內 那我們在店家的時候 都有測過初速了 所以如果你買到的版本 初速不是 0.2BB彈130 那你可能買到的是外銷版本 或是日本版本 辨識的方式就是這邊會有貼紙 OK!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 好! 一開始陰入眼簾的就是 它的包裝 就像這樣 槍 那彈夾的部分 因為我個人是不喜歡 軍版彈夾 所以我在購買的時候 就已經跟店家 講好說要換成V-Mac 所以我這邊是V-Mac 那如果你在外面購買 附的是軍夾那是正常的 它是附的 新版的軍夾 OK!你看這個先放旁邊 那在這邊呢 它就有它的說明書 簡單器 還有一些工具 調整工具 他們現在的包裝都是比較環保的包裝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都是用一些 紙箱 用這種方式 卡接的方式 我個人覺得還不錯 但它這邊還是有一 稍微一小塊的 泡棉 那你不可避 那你不可避 槍拿出來 SR-16 然後這邊 台灣版本它這邊就會寫 6mini的BV彈 低於兩膠而出租 然後要16歲以上才可以購買 好首先 拿到這把 槍的時候 首先 感覺一下它的緊實度 你會聽到 它有一些 搖晃 它的槍托 托桿的搖晃是比較大的 那我們就先把 後托桿拆掉 剩下再看 剩下搖晃的地方有哪些 正常來講 這個槍機注定器 是浮動的 所以它這個會晃動 是很正常 那我們把它固定住 再繼續搖 還是很大聲的聲音 經過找尋呢 問題是出在這邊 它的板機護弓 它的板機護弓是鬆動的 那關於這一點 個人就覺得 VFC 一個以外觀 細節著稱 它所製作的精密度這樣 我的確蠻失望的 感覺這部分 應該可以再加強一點 因為這個精密度不差 我覺得有點太大 好 那第一個拿到手感 我握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 它的護目 真的做得非常漂亮 它這個 電鍍還是噴沙 這護目的質感 摸起來很舒適 只是說它上面這個魚骨 底卡丁魚骨這邊 還是有些歌手啦 我個人會覺得 有些歌手 那它這個槍托 第一眼看到就是 非常油亮的塑膠 塑膠質感 非常油亮的塑膠質感 握把可以看得出來是 尼龍材質 但是這個後座肯定是 塑膠材質 我們由前往後看 它的火帽 原廠是配一個 CMC的三叉 它鋼字火帽 但它的準心 是一個 翻例式的 45度 45度角的準心 這點我蠻喜歡的 因為你裝瞄具 有時候會阻擋你的視線 有時候你瞄具沒電的時候 你就要依賴機械 機械瞄準器 阻擋視線 的情況下 又必須要有 那把它移到45度角 我覺得就是非常合適 非常合適 尤其是有裝PEQ的 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它真的整個會阻擋住 那像這樣 機械瞄或是你用背鏡 然後換45度 這我就覺得非常棒 那它在這個準心上面 也做的很有質感 因為它前面都有做一些 柯製 騎士柯製的除衣 細節的部分 個人覺得這個準心非常漂亮 非常喜歡 然後它這個就是一個 M-LOK的魚骨 M-LOK魚骨 然後騎士風格 雙邊都有QD扣 雙邊有QD扣 然後都有刻字 M-LOK的刻字 還有它的那個序號 然後一系列這樣子 接到槍聲上面 槍聲這邊也有一個刻字 不過它這個刻字 個人覺得這個精細程度 頗為粗糙 接下來就順著槍聲 然後拉頂到後面 那這一把就是我說的 雙控的步槍 左右都有它的射旋鈕 左右都有槍機釋放的 左右都有卸彈鈕的功能 但是 但是 我必須講 既然都做雙控 為什麼拉頂 不是雙控 我知道 也許有人會說 它是復刻真槍授權 那真槍這邊是用單邊拉筆 那尤其就用單邊拉筆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說 這一個小巧思 如果是用雙邊拉筆的話 那我真的會給100分 因為真的覺得 就像他們的C6A5一樣 就唯獨這邊 一點小缺憾 但是也不難 自己做一個升級更換 也是很簡單 它的後托呢 個人覺得是了無心意 畢竟我們上過 Nive的官網 它們的後托是 類似CTR的後托 它這邊給的是一個海軍托 而且還是一個 非常沒有誠意的海軍托 為什麼呢 大家可以去看 現在美軍使用的海軍托 它這邊都已經是QD的扣環了 這邊都已經是QD的扣環了 但是VFC這次給的這個 還是一種非常 舊的塑膠質感 質感非常差的 個人是不太喜歡的 那把槍托拉掉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他們的 一體成型的尾托感 它這個底部是一體成型的 那這樣就不會造成一些什麼 尾部被撞開啊 後座位太大之類的 有問題 這個部分的加強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棒 再來就是 它這邊 非常漂亮的做了一個 脫感的 QD背帶環 這個很不錯喔 這個目前在 GV上面 我還沒有看到 有任何一家的產品 有這個東西 這個我真的非常喜歡 可惜呢 它的材質呢 是鋁合金的 而且 它裡面居然還有 我不懂這個是 什麼原因 這個是 所謂的巴力啊 還是什麼 感覺非常的 不是很漂亮 前面的護目都知道 要用鋼的材質去補牆 不然用久了會 會變形 那你的槍背帶就會鬆脫 但是後面它卻 直接用鋁合金了 它就感覺就失去了這個意義 現在看到這邊 它槍技也 有做到一個 刻製的地方 也是蠻漂亮的 不過它這種雷刻 不是深刻 所以應該做動抹久了 早晚還是會抹掉 好 那它槍身刻製呢 就是SR16 SR16 這個就是它的 騎士刻製 然後這邊有序號 好 那它的射選鈕呢 給我的感覺 它一樣 仿真操作 你在 你在沒有上場之前 你是沒辦法切過去保險的 上場之後才可以切過去保險 然後單發 連發 那 我第一次使用這個切換鈕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沒有很明確 各位可以聽 它單發的段位 各位可以聽一下 是比較模糊的 我個人就覺得 有時候我就沒辦法 很明確的去操作 那關於對一個射手的 體驗來說 射選鈕這個部分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體驗的部分 手感的部分 那不得不說 VFC在這個部分做的 我就覺得是 很差 個人的感覺就是 很糟糕 這個部分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去加強 OK 那接著我們繼續看 它的上下機甲就大概是這樣 然後配的也是一個 陸軍的一個握把 它在真槍在官網 不是這個陸軍的握把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也許它是大量開模的成本考量 我也能理解 但是這個部分 真的是覺得 了無心意 看都看 你們這個部分 之後應該都會換掉 槍都會換掉 OK 接下來就帶大家看 內裝的部分 接下來大家看內裝的部分 那它這邊的插片 我剛在拆的時候 不曉得為什麼 前面的這一支插橋 非常的緊 敲了很大力 好幾次 聞風不動 所以我就感到敲它 那我不知道VMC這邊的設定 是怎麼樣 因為它真的是過緊 不好拆 那 一樣可以打開 但是我在這邊跟大家宣導一件事 就是玩具槍 實在是不建議大家 用這種拆卸方式 最好還是兩支都卸下來 上下分離是最好 因為 當過病的都會這樣拆 那無所謂 因為真槍的材質比較結實 那玩具槍真的不建議 很多槍友就是 這個耳朵到最後都會斷掉 那這個部分 因為我現在拆不下來 所以我只好這樣子 給大家介紹 好的 那首先就把它的BOG拿出來 那原廠上很厚重的一頭 它這個就是 所謂的鋼製槍機 然後前面是飛機的部分 這個彈光感覺非常容易喔 這個部分感覺 還不錯 那原廠所謂的鋼製補牆 這一塊也有做到 它的拉筆這邊也是仿針拆卸 就是它這邊有個耳朵 大部分的都知道 W1也是這種設計 再來看到它 下槍身這邊裡面的材質 原廠宣稱都是鋼劍 那我這邊 就 就不試給大家看了 想必網路上 已經有非常多的 用磁鐵吸給你們看 這部分 我也不多做介紹 好 接下來把它的附近黃 拆出來給大家看 個人感覺附近黃硬度 蠻硬的 它這邊底部有做了一個 一個巧思 不同以往 不同以往 某些品牌 後面可能是那種橡膠墊 有些品牌 這邊可能會加個小彈簧 那它這邊這個 稍微有一點彈力 感覺 這裡是鐵塊 但是裡面感覺有個彈簧 這個Buffer的設計 我個人覺得也是 蠻特別的 然後它裡面呢 就可以看到它的HOP皮 它的HOP座 好 那這一代呢 它的HOP做了一個改進 它的調整是從這個前面 從前面然後你可以用一個 一字板手伸進去 然後做旋轉 它就可以連動 到裡面 調整HOP 這部分我覺得是 非常棒的一個設計 因為以往的 GPP都要上下強身分離 或者是 像可以打邊拉開 它要用特殊的工具 進去調整 如果你特殊工具不進 那就會非常麻煩 那這個我覺得非常貼心 因為你一般的 一字其實就可以伸進去 在這邊調整 而且 你在戶外 就不用拆來拆去 就可以很直覺 很方便的調整 這部分我真的很喜歡 這部分必須給VFC 很大的一個讚 這部分我覺得非常棒 那 關於前面這個槍管固定環 各位可以注意到 前面這邊有一個槍管固定環 大概在 瓦斯導感座的前面 一兩公分處 那我是不確定真槍有沒有這個東西 那我個人的觀感看到這個東西 我是覺得說 請問我是不是在玩水彈槍嗎 它的結構有這麼不穩定嗎 因為據我所知 真槍 一把槍管結合到槍身 然後槍管固定器 鎖緊之後 基本上這個槍管就是 很結實很硬 一體式 那你在這個護墓 再裝上去 再鎖緊之後 基本上是非常強壯 它不需要這個固定管去固定它 它的等於是一個浮動式槍管 那今天VFC做的這個 我不知道算是很貼心還是怎麼樣 主要 我會對它這個結構的結實度 有個很大的疑慮 很大的疑慮 接下來講這個護墓跟槍身結合處這邊 接縫處 我之前發現 BFC在組裝品質這個方面 組裝的QC這方面 它這邊稍微的 有一些沒有那麼的對齊 它稍微的偏調 稍微的偏調 這是槍身 這是護墓的話 它不是整個是對準 它是稍微有點偏調的 那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很小很小的細節 但是 我就注意到這個部分 在組裝這方面可能就 偏的可能1度 0.5度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可以做得再更好一點 當然 也許自己六角鬆開 也許可以自己調整 那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但是我就覺得 在這一方面 平管這方面我覺得 有點失望 還有就是 它上下槍身開模這邊其實也沒有很準確 它這邊也是 接縫處有稍微的錯誤 這個部分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它的彈夾 B-MAX 它有個人是比較喜歡這種 這種 Mac Pro外觀的彈夾造型 我個人是比較不喜歡均甲 所以當時就換了這個 V-MAX VSC V-MAX 那因為它 可以完全的匹配射擊 厚定 我們都在店家都測試過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就直接 換了這種 V-MAX 那拿到這個V-MAX 第一個感覺呢 嗯 它是 金屬的 它不是塑包金的 然後它這邊前面呢 還很特別的 用一塊小塑膠 然後插了一個PIN 這個設計 我也是很納悶的 那它這個底板呢 是不可拆卸的 它是 不是像正常的 那種 T-MAX 是壓下去就可以退出來 這個底板是沒辦法退出來的 那它上面很奇妙 做了一個小塊的這個 組裝式的 這個我 不是很懂 因為 像KWA 它就是一體式的 像GHK它也是一體式的 通常都是 內膽 然後包外殼的方式 那這個設計 我 比較好奇啦 但是 沒關係 因為每一家設計本來就不同 那我這邊只是覺得說 它在這個 零件結合的地方 這個結合的 密度 也太差了 這個縫隙這個線 有點誇張 那 我在店家 看到店家的VMAG也是這樣 然後我自己購買的三個VMAG也是這樣 所以這不是個案 它可能 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VFC在它 它的 主要的 講求 No Compromise 這個部分 它外觀很講究這個部分 我就覺得 這裡VFC要再加油 這也真的 我覺得真的不行 好 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 它的這個QD扣環 可不可以使用 後面的部分是可以 托桿的部分是可以 但是 前面護墓的部分 它進不去 因為這個長度的關係 扣環前面突起來比較長 它這邊不夠深 所以它其實進不去 所以如果你買這把槍 那你的背袋扣環 給它注意一下 這個頭 那關於原廠的 VFC原廠它上了很厚很厚的 油這個部分呢 因為它畢竟 因為它畢竟 一個產品 從生產線 製作完 包裝完成 然後裝箱 然後 放到 可能經銷商 大盤中盤小盤 到商店 甚至 傳運到國外 可能都要很長一段時間 最後才到客戶的手上 所以這些鋼件 這些零件 金屬件 必須保護它 都會上很厚重的油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那正常來講的話 一般我們拿到一把GPV回家 就是先把這些油清乾淨 然後自己再上細油 那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那我也建議大家 拿到一把新槍可以先做 這樣前置作業 那對你的槍的運作 其實都會比較順暢 OK 那接下來呢 就要進行到 各位最期待的 所謂 射擊的部分 請進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OK 好 經過射擊體驗之後呢 我對這把槍的射擊感想是覺得 第一 它的後座力非常的大 它往後的Kickback非常的扎實 也是目前我玩過的GBB裡面最大的一個 比Ready Model 1還要大 比KJ還要大 所以以後座力射擊體驗 這個感覺也是非常棒 那 因為可能它的槍機啊 質量跟它的那個Bolt彈簧的關係 在單發的時候 它沒辦法快Call 它沒辦法使用二階段扳機它的那個Wall去快Call 變成說你扳機要等它 所以這個手感 如果你是要站住射擊的話 這個手感我覺得不太行 那連發的部分的話 經過射擊測試尾速會出現重拖 有時候會出現放屁的問題 氣化不良 那我們今天射擊的室溫是26度 然後有陽光 我覺得還是一個蠻舒適的氣溫 還不算很低溫 所以對於這個表現呢 我個人是覺得是沒有很好 再來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射旋鈕的部分 它射旋鈕在切換的時候 手感也感覺不是那麼明確 它那個鍛位 鍵卡的那個鍛位 感覺不是那麼明確 接下來總結這一把 VFC的SR16E3 Mode II 到底我對它入手的觀感是怎麼樣 首先我覺得它承襲VFC 它的外觀真的處理得很漂亮 真的是 摸起來真的是很舒服 不去這麼說 再加上它是騎士的刻字 這一點也是蠻稀有的 稀有度也算蠻稀有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騎士風的刻字 我個人是不喜歡小馬刻字 然後加上現在大家都做小馬刻字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喜歡騎士風的刻字 那這把真的是很漂亮 那如果你是收藏的玩家 覺得真的值得購買 收藏 不管你是放在展示櫃還是掛在牆上 覺得都是一個非常漂亮的 那你偶爾拿出來 然後射擊運作也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你今天是要下場的玩家 或是你要去跑戰術射擊 實戰射擊的玩家 那我覺得它的表現 畢竟它不能單趴快扣 然後整個運作的手感也不是很明確 那以它13,800的售價 我覺得是有點對不起這個售價 你可能還要做一些內部的改進 這邊的改進之類的 當然有愛最大 如果你喜歡 你可以入手去改成你喜歡的樣子 OK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我們是Cowbay Tactical 我是Hammer 我們下次見 www.a w.me